第九届原住民立委选举结果出炉 平地原住民立委由国民党的正天才 廖国栋和民进党成因当选 山地原住民立委则是由五党团结联盟的高金素媒 国民党的简东民以及孔文吉当选 这次看到排完组推出两位候选人 一位是现任立委简东民 另一位则是前任立委曾华德 其中简东民拿了两万五千多票 曾华德则是五千多票 有学者认为气宝效应加上政党催票有效果 另外过去仁爱乡在立委选战始终保持一到两席 这次仁爱乡再度出现两位候选人 代表国民党出战的孔文吉出现 而披上民进党战袍的瓦利斯贝林 拿到一万六千多票高票落选 学者指出换政党参选其实有风险 他只要每换一次政党 他的核心选票就会缩小一点 只有他在加入国民党的时候 他的核心选票会再增加一部分 这很明显很简单 就是国民党的动员力量帮助他能够 进入比较多的选票 小玉的气选并没有把瓦利斯贝林的票催出来 那就是说让他在这一次的选举 结果是有再次落选 学者认为瓦利斯贝林这次并没有很明确 跨出文面民族的选票结构 而且民进党蔡英文的高支持率 在原乡没有太多的席票力 是这次无法顺利当选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次顾鲁鲁台北市采访报道